《秦書次要360》 這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繼續來學習《秦書次要360》第三冊 第三單元貴德 六度量 一三六 上不天則下不偏富 心不地則物不必宅 大山不利好物 故能臣其高 江海不則小柱 故能臣其富 故大人既行於天地 而萬物被 錯心於山海 而国家富 这一條出著一件事是 寒子 篇 這裡是子普遍的意思 大山 這裡念泰 就是泰山 古字啊 大跟泰啊 通用 通泰 大人啊 也就是講當王的人 當國王 既行啊 就是脱身 只以天地啊 一般廣大的胸懷來治理 這個是用這個來形容比喻他的度量 這一條講啊 君主不效法昌天 就不能保護所有的人民 君主心胸如果不像大地那樣寬廣 就不能承載所有宛物 泰山對土石沒有好物之心 所以能夠形成他的高大 江海對系流不佳選擇 江海接受啊 大小的河流啊 再小的系流 流到江海 那也不會選擇 不接受 所以能夠啊 形成他的壯阔 所以君主寄托形體於天地 是天地之辨户 地之辨宰 形容比喻 一个君主领导人 寄托形體於天地 就好像啊天啊變户 天啊沒有一個地方 它沒有覆蓋的 地變宰 地啊 承宰啊 所有的萬物 因此啊 萬物豐老 這是用天地來形容啊 君主的心量要像天地一樣 心之應用如大山不浪微塵 江海不择系流 因而国家互足 这个也就是 以这个天地 以大海来形容比喻啊 做一个君主领导人啊 就要像天地 像大海一样 度量啊要大 国家呢 才能互足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本期节目 也好 就在影片 作词 2